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梁 大家听见滴滴答答的雨声 前一阵子还在高温呢 现在温度降下来了 还下着雨 已经从昨夜下到现在了 本来想说中间有空档要出来拍多肉 结果它都没有停 现在已经是下午 五点了 依然下着雨 我的多肉们都在外面淋着雨 没有遮挡 因为它们很久没有好好的喝水了 就让它们在这个雨中之下 享受的喝一次饱水吧 我们今天就只能在雨中欣赏我的多肉花园 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我这个花园里面的金枝玉叶 首先来看看这一盆 这一盆是我们上一次 给它挖了一整圈吃肥的金枝玉叶 你看它现在已经长着小枝乱串的 但是这些杂汁只能等晴天的时候再把它修剪好 好看吗 好看吗 我刚才冒雨出去把它瞧了一下位置 再来看看这一颗 你们看看它的造型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这个也是我种了二十多年的金枝玉叶 这个也是我种了二十多年的金枝玉叶 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哦 好美哦 你们看看 下雨了喝饱了水 它们就会又变成枝凡叶帽 好漂亮啊 再来看看第三颗 第三颗 其实它的金桿也是蛮粗的 可是它的形我还没塑造好 其实我这个雕塑呢 一点都不会 是凭着自己的想法概念 想把它雕成什么形状 它就是什么形状 哈哈 你看 我把铁是缠成这样 到时候再给你们看看它是什么形状 标好的样子 应该也是蛮特别的 这个是第三颗 再来看看 这一颗 哇 这颗这样被挡住了 所以只能这样子看 它就刚好摆在这里 这样可以为那些小苗 多肉小苗遮挡一些阳光 你看 这样子也是挺好看的 第四颗 过来就是这颗 你看 你看 形状也是挺美的吧 这是我在花园里的第五颗 金枝玉燕 你看这个形也是我弄出来的 这个都是一颗哦 哦 而不是很多针插在一起哦 是单独一颗哦 好看吧 你看 它这个金桿上我也是绑了很多软铁丝 我用来雕 雕塑它的方向 但是也是还没雕塑好 其实 我养金枝玉燕都是随性 你今天想到想要把它怎么弄 随便你弄都可以 当初我养的时候并不知道它就是多肉 现在想一想 觉得它真的是不可思议 其实你看像这颗 它上面这些金桿剪下来 都是可以扦插 扦插出来 你就随着它长大 慢慢给它换盆 施肥 然后它就会变成 我现在养的这个样子 不可思议吧 再来看看花架上的 花架上的这三盆也是 奇形怪状的 这个因为后来就养多肉了 就没有给它们再换更大的盆 它们本来是从大盆 我把它缩剪成小盆 所以你看它们 虽然也是枝繁叶帽 但是比较没有长那么胖 因为这些养的年限 没有像刚才那几颗那么长 这个大概只有十几年吧 而刚才的这几颗 都已经有二十年以上了 其实我当初在养 我也没有想说它会变成这么漂亮 我觉得很满意 其实我真的蛮推荐金枝玉叶这个品种 我曾经就是很忙啊 然后超过一个月没有给它浇水 它的涂很干很干 可是它也是没有干死 你看 它仍然变得很漂亮 它很干很干的时候 它的小叶片 会很扁很扁 但是也不会死掉 很神奇吧 生命真的是非常神奇 我觉得多肉植物 让我感受感触凉多 你只要给它稍微一点点 一点点的水 它就可以展现漂亮的风 让你可以欣赏它的美 而且你看我这些这么漂亮的金枝玉叶 都是从一个小盆 这样慢慢衍生而来 那个小盆有多小呢 大概是像上面这一种 的一根这样小小的 现在这里有两根 比较粗的大概是比这个还细 一根 然后一盆 然后我就慢慢修枝 修它的造型 然后那些枝 修下来的枝条 就把它牵插 然后很认真 静心的照顾一阵子 然后也有一阵子都不理它 你看 它还是可以展现 很漂亮的样子 真的是非常推荐哦 好美啊 好了 今天这个雨中欣赏多肉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这个雨下到半夜 就会停了 然后会停两三天 之后 依然阴雨绵绵 我们这个漂亮的雨中赏多肉 我们这个漂亮的雨中赏多肉 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 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有点赏